美国增加天然气输送去欧洲的问题 其实现在 欧洲和美国刚刚这个协议来说了,美国可能每一年 会增加输送大概150亿的立方米 液态天然气去欧洲 其实欧洲每年的需求大概是1000至14亿左右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是由俄罗斯 出口然后进入欧洲 真正欧洲的需求是不止的,大概是3000至3500亿 那就是说 如果美国刚刚说了 说会增加每年150亿 这个立方米的 液化天然气 去欧洲 其实只是 占到欧洲的需求 整体需求 大概是5% 那么少 其实 没什么用的 变成现在 四成的 欧洲的天然气使用 依然都是需要 依赖 这个 俄罗斯 其实主要原因就是 俄罗斯已经是 做了很多 管道 直接 由俄罗斯 输送这个液化的天然气 去欧洲 特别是德国 那么如果 这些这样的 现时的 管道 俄罗斯要 维修 比如刚刚的 盧社长说 或者是 减少 出口的话 那么欧洲就真的很大事了 那么 那么 美国总统拜登就和这个欧盟委员会的主席 冯德来恩 上个星期五就是做了一场表演 就说美国会帮欧盟今年就 给多150亿 立方米 但是就是 刚才我说了 150亿的立方米 就是对于 欧洲来说 只是等于他的 整年的需求 大概5-10%左右 根本是帮助不了的 那么美国呢 其实是有能力 是可以帮助到欧洲 完全不依赖俄罗斯 的液化天然气 其实是有的 因为美国那个储藏 那个天然气的 储藏的份量是非常之多的 那么就 但是呢 问题是 液化天然气 要运过去的嘛 那么如果你在美国运过去呢 就是说首先你要在美国 本土 就在一个口岸附近 是一些 是一些所谓Terminal 一些是类似这些 这样的 这个就是 在 其中一个例子 你要把那些天然气液化了 然后呢 把入那个 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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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化天然气的船那里 然后然后 再通过那个邮轮 运去欧洲 那么第一 你要液化 那个过程呢 你是需要在港口那里做的 那么你就算是 譬如美国本土 你通过一些本土 将这个气体天然气 运到去 口岸 美国的本土口岸 然后你要在那里 将那个天然气 变成液体 那么液体你可能要暂时储藏在这些 Terminal那里 然后你等船过来 船过来 将那些液体倒进去那些船那里 然后由那些 游轮那里 运到欧洲 那么你想想 整个过程 是多么复杂 那么现在这些是液化天然气的 由液体转到液体的这些站 就在说建一个 可能要高达10亿美金建一个站 那么建一个站 其实你想想你 需要的就是那个时间 以及金钱 那么现在根本如果你建 哪建得及 那么现在估计如果建一个这样的站 都要说就是 筹划去借钱 筹划借钱 跟着计划 还要 很多的法规 去过一些 比如环保的组织 跟着是美国政府要审批 变成了 搞得来 起得来 计划得来 最快都要两至五年 才起好 这些这样的 Terminal 这些 将这个气体变成液体的一些液化站 那你想一想 哪个会投资呢 美国本土是不是会投资呢 会的 因为如果美国真的有能力 可以 加大它的出口 去欧洲 那么它就会建更多 这些这样的 这个液化站 但是问题是 你要两至五年 你又要钱 10亿美金是一个 你要建的一个 如果是 有些人就说 那个基建投资 如果你真的 美国要建足够的 在港口里有这种液化站 其实可能要 投资大约1000亿 美金的基建设施 在未来两到五年 好了 首先你要找1000亿出来 很多时候你要通过银行借钱 那就是银行借钱 但是问题是 银行借钱 其实大家都 不是那么 积极去 借一些 投资 去投资一些 令到 排碳 或者碳中和 这种环保计划 因此而推迟的一些 项目 根本现在的趋势 就是 银行家 其实或者 基建投资者 其实都不是太想 建这样的液化 天然气站 因为 天然气 都是 他从哪里来呢 就是说 是石油的 运藏 石油油田 石油油田 基本上就是出两样东西 第一样就是 石油 第二样就是 气体就是天然气 虽然在 你说 天然气 都是比较干净 但是 它比较干净 但是它一样是会制造二氧化碳 就是 影响地球的 变成 既然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说环保 说碳中和 比如中国是说2025年 之后 2050年 是达标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变成 那么 这些银行 借钱 变成 有个担心 究竟过不过得到 这些项目 过不过得到环保组织呢 这样 咦 那我们不如支持多些 环保的 项目 比较好 比如说 风电 太阳能 这些 项目 比较好 但是问题呢 现在美国计算的数据很聪明 美国就说 不是啦 你现在欧洲和俄罗斯 你关系越差越好 最好俄罗斯是禁了一些 或者减少天然气向欧洲 欧洲一定要 将来就依赖美国了 但是 美国就说 不要紧 我投资 出口的 这些 欧洲呢 但是欧洲 我把船运到一些液化天然气过来 你也要有革命路 可以 首先 下了一个 液化天然气 好像那样 你建了一个 一个这样大的油箱 然后你储存了之后 你又要做一件事就是 将这个液化天然气 变回到气体 就是还原的过程 然后将气体又通过管道 运到欧洲内陆其他国家 你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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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不是这么简单 现在根本欧洲 是这么依赖俄罗斯的管道 他根本欧洲过去那几年根本都没有意思去建这些 液化天然气的站 一来要投资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这些站在欧洲的南部比较多 北欧根本就很少 因为北欧现在是有北溪二号的项目 就是由俄罗斯通过波罗的海海底 就去德国 另外本身现在 俄罗斯已经有很多管道运到欧洲 其实一直在用很多管道 另外就是北溪二号 你想想北欧 或者 欧洲的 北边 西边 根本西欧的地方 根本都不会有这样的意思 去大量投资 这些液化天然气站 一来是钱 二来是时间 三来是软水救不了近货 第四就是 刚才卢社想提过 我如果将来 不跟俄罗斯买天然气 就算我两至五年之后 我建好这样的区域 你美国又建好区域 你出口 我入口 大家在 这些投资 投资过千亿美金 夹聚 但我将来就 靠你美国 来给天然气 还要长途拔势在美国 运游船 运天然气过来 其实 一来的费用 不会便宜 因为你又要运费 第二是时间 第三是投资 第四是跟环保 相违背 那么多的因素 其实就影响到 基本上 为什么 美国说 跟欧洲谈好了 每年多给150亿 立方米的 液化天然气 上周 其实这个就是 象征式的一个帮助 长远来说的帮助 完全 得过港字 因为 刚才我所说的那么多东西 比如说 投资 这个封面路 美国要出口 口出入口 根本是花时间和花钱 还有 是环保组织是未必过得到的 还有钱 要借钱 银行也未必批 那么多东西 做不到的话 你现在短期 我给你多150亿 每年 其实从哪里来 因为封面路都没起 美国你怎么去增加 原来 那150亿本来是运入亚洲的 比如主要是运入日本 和 韩国 这些液化天然气 那么现在 美国就说 日本和韩国 你不要要字了 我不 我不卖给你了 我卖给欧洲 那就大事了 日本和韩国 始终都要买的 跟谁买呢 就是你 可能又是 不知道怎样 有办法可以 最后呢 可能都是要跟 跟俄罗斯买都不顶的 这样 那么好了 那么现在 普京就更聪明了 就是说 欧洲 我随时可以减少 我天然气供应给你 另一方面 就算我不减少 你也要用劳报 来付钱我 第一 可以支持劳报的汇价 第二 你付钱 劳报给我 那就是说 你要跟俄罗斯的银行 恢复联系 恢复交易 如果不是怎样可以 用劳报付钱 就是我收 比如俄罗斯收劳报 通过什么 也是通过 俄罗斯的银行去收 所以 欧洲的银行 又不可以 就不跟俄罗斯的银行 交易 就是制裁不了 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个死结 基本上 就牵制着欧洲 是吧 你起得来 刚才所说的 你应酬得美国人 但也说是两至五年后的事 长远来说 未来两年怎么办 你美国付了一点 150亿 的立方米 你是说 欧洲每年的 5到10%的需求 根本是完全是没办法的 所以 看回这些数字 你发觉 原来 就在那里做数 美国和欧洲 根本是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俄罗斯的手上是握着一个非常重要的 可以说是王牌 就是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所以 相信 这个所谓制裁 俄罗斯的行动 包括天然气 或者是 这个是 卢报 和 俄罗斯的银行交易 其实都很快 我相信 就会被现实 所推翻的 好,这个就是我想讲的 第1个题目 第2个题目 刚才卢社长都讲了 讲了几句 那我就讲详细一点 首先给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 3月24日 北约峰会 大家看到了 大家准备排队 拍照 拍完照之后 大家互相 问候 但是你看到 这个法国总统 马克龙 就跟其他 出席的北约的人 国家的元首 握手 其实是好心 约翰逊 你明知自己不受欢迎 你就不要站在大堂正中 还是站在第1位 方水人家拍不到你 你自己又 又金毛又肥 身躯又肥大 又阻止所有镜头 变成 他就站在第1行 当你看到其他人都在这儿 行圈的时候 他就在这儿 一个人在 狠狠狠的手 就插了一个袋子 好了 他还好笑 其实最初 约翰逊就是这样 就是站在那儿 然后看他旁边 看着马一龙 就好像很渴望 马一龙 跟他握手 或者跟他聊天 然后你看到 马一龙就不管他了 就在他后面 搭着其他领导人的肩膀 跟其他的领导人聊天 所以呢 孙子 约翰逊就 转头过来 就看着前面 但是他的手就一直插着袋 其实也是非常 讽刺 究竟 喂 你自己英国脱了欧之后 其实跟欧盟 欧洲的国家基本上都反了面 反了面之余 你现在还去开会 因为北约有去分 他脱了欧 脱了欧盟 脱了文 但是北约还是有英国份的 所以他开会是合理的 但是原来他开会前 都跟其他国家有两个牙齿印 有哪两个牙齿印呢 先说第一个 原来他大概是五六日前他就说了 乌克拉为自由 奋斗而抵抗俄罗斯 等同 英国脱欧 哇 是 乌克兰抵抗俄罗斯 和英国脱欧有什么分别呢 他那个对话就是这样说的 乌克兰就说了 英国脱离欧盟显示英国人民热爱自由 就好比乌克兰人抵抗俄罗斯入侵一样 那么 乌克兰说完这个言论之后 引来他国内的反对党炮军 那么 炮军之后 另外就说 其实世界各地 有些人 甚至是有些部分的西方政府 都有些人 采取所谓的现实政治 那么 而我所知这些国家的人 就好像乌克兰那样 本能就是选择自由 那么 英国人就投票支持脱欧 就是因为 就说乌克兰不是因为他们敌视外国人 而是因为他们希望能自由地 以不同方式做事 等于国家可以自行运作 那么他又举例 就是乌克兰英国人选择 接种新冠疫苗 他就说 他们想保护自己的生命 因为他们厌倦给其他人 例如我 就是乌克兰本身 去叫他们怎么去做 注射疫苗 这件事怎样可以 什么自由的问题 问题是 注射疫苗 都是政府叫市民去做 不只是说他们 自己选择去做 这个实际是说得不通 无论如何 汉顺信将 乌克兰人的奋力战争 给做英国人投票 支持脱欧 基本上就好像是 完全是 两回事 利用了乌克兰人的 所谓英勇 但是 想摆脱他对脱欧 灾难的责任 这个基本上是 说不通 他受到国内的 在野党批评 甚至乎他自己 自己的党 党灰 也是批评 好了 变了几日前 原来 约翰逊已经失了 捉路欧洲 好了 之前有些牙齿印 跟 马克龙的牙齿印 就是 去年9月 美国和英国 澳洲 在法国背后 批评了一刀 组织 AUKUS 这个叫 四方安全联盟 就 把法国潜艇的生意 抢走了 因为澳洲改为 向美国和英国 是 获得 核潜艇的技术 这个 就是去年9月 开始 组成AUKUS 然后去年12月 爆出 潜艇事件 所以当时 马克龙就说 私人的谈话中 把约翰逊 称为 小丑 根本 去年9月至12月 基本上 已经跟法国 喊大架了 好了 前几日又说了什么 所以这次去到 北约峰会就被人懒惰 网民就说 杨恒逊 可不可以 你的手 可不可以不要插在腹袋 很肉酸 而且他说英国这次 真的终于可以实现到 合理的社交距离了 跟其他领导人 另外 也有人说 这个就是英国脱 欧盟之后 所谓 全球化的英国 全球化都不管他 全球化 这就是 约翰逊 近日在北约峰会出丑的事 英国 97年之后 由香港撤离 把香港的主权交给中国 其实过去那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英国的发展 基本上都是 一般的 简单来说一般的 世界的地位越来越低 而这次 约翰逊 自己 在北约峰会出丑 都可以说 救游自取 另一个就是 原来 这个北约峰会开完之后 欧盟 因为很多欧盟的国家都有参加的 欧盟国家原来也有一个领导人的会议 这个会议他也邀请了美国总统拜登去旁听 因为拜登也在 但是就没有邀请约翰逊 因为约翰逊脱了欧 所以也是很不给面 有人就说约翰逊很惨 开完北约峰会 欧盟在那里开会 然后没有请他 他自己在酒店 狠狠地过日子 这个就是约翰逊 英国今时今日 在世界上 没有台上 越来越没有朋友 只可以这么说